更加合理 在与内地科技界的交流合作中 他主张一步一步把双方的联系实际化 1996年高昆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另外两名获奖科学家 博伊尔和乔治史密斯 分别出生于1924年和1930年 两名科学家都在美国贝尔实验室 进行科研工作 1969年 他们使用数字传感器 第一次成功发明了数字成像技术 取代了感光胶卷 在解释这两名科学家的发明 对人类的作用时 皇家科学院的教授 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波伊尔是被获奖通知的电话叫醒的 高昆将获得500万瑞典克郎 约合70万美元的奖金 波伊尔和乔治史密斯将分享剩下的500万瑞典克郎 泰国民间政治团体人民民主联盟计划7号 在首都曼谷举行大规模的集会 悼念在去年10月7号的冲突中丧生的成员 曼谷警方6号说 民盟领导人已经通知警方 集会将从7号早晨 在曼谷市中心铜马房场开始 一直持续到下午 泰国警方说 当地时间6号12点半左右 泰国南部那拉提哇府的两家餐馆 和一家酒店遭到不明身份武装人员的袭击 造成两人死亡20多人受伤 6号 哈萨克斯坦与法国在哈首都阿斯塔纳签署协议 允许法国过境哈萨克斯坦 向阿富汗运送军事人员和物资 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和当天到访的 法国总统萨科奇出席了签字仪式 并且一致认为 哈法两国均不赞成武力解决阿富汗问题 5号 在伊拉克安巴尔省哈迪萨的一个葬礼上 一起自杀式爆炸 造成6名吊焰者死亡 15人受伤 死伤者中包括儿童 安巴尔省是伊拉克面积最大的省份 曾经是基地组织和伊拉克反美武装的重要活动区域 近年来局势逐渐趋于平静 但是仍然有零星的袭击不断发生 6号 数百名示威者聚集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广场 抗议当天在此开幕的 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双研会 部分示威者还投掷了汽油弹 防暴警察不得不使用了吹雷瓦斯和水枪驱散人群 并且逮捕了100名示威者 截至当地时间中午时分 塔克西姆广场和附近街道基本恢复了平静 我们知道在时装发布会上通常娱乐明星都会坐在时装展的前排观看表演 很难想象他们走上梯台亲自展示一下猫布到底是什么样子 6号 一些娱乐明星就在一个特殊的梯台上当了一回时装模特 这个特殊的梯台是以甘草堆穿的